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 吉祥之业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吉祥经 所以在吉祥经里 其中一段 他的巴黎文是这样的 Tapuja Brahmacharyanta Ariyasajanadasanam Nibbana sajigriyaja etamangalamutamam Tapu就是说 能够让你灭除或是根除烦恼的修行 这是一件吉祥之业 Brahma Zarya Brahma Zarya就是指犯行 在巴黎文的经典就是指霸振道分的修行 或者说 当一个人依照霸振道分过作清静的生活 这就是所谓的Brahma Zarya Ariya Sajja Ariya是圣的意思 Sajja就是地或是真理 所以Ariya Sajja就是指圣地或者说就是指四圣地 Dhasana就是透视或是见到 所以觉悟四圣地能够觉悟四圣地是一件吉祥之业 Nibbana Sajjigriya Nibbana就是涅槃 Sajjigriya就是证悟 证悟涅槃 也是最吉祥之业 所以大家今天能够有缘 集合在一起 是一件非常吉祥之业 因为你将走上一条修行的道路 Tabbo就是能够让你根除烦恼的修行 Brahma Zarya 你将能够过作清静的范行 或者说你将能够有这个因缘 在发展或是修习 大正道分 这是一件最吉祥之业 如果你能够很真正 勇猛的精进 付出勇猛的精进 在过着范行的生活 在修习八正道分 你将能够觉悟四身体 所以当你能够觉悟四身体 这也是一件最吉祥之业 当你能够觉悟四身体 你将也能够正悟灭盘 达到苦的窒息 这是一件最吉祥之业 所以在这段时间 在禅修期间 如果大家带着信心 精进地在修习 提佛圣纳禅 这段时间 也就是这段真生 将是吉祥的真生 吉祥的期间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珍惜这个因缘 这段期间 过着真正吉祥的生活 或是吉祥的 有着一个吉祥的真生 怎样能够根除 或是灭除烦恼的 如果要能够根除烦恼 佛陀 为大家指出一个正确的方法 一个正确的修习的方法 也就是试念处的修习 试念处的修习 也就是指试念处 毕婆舍纳禅修习 在大理文就是指 Satipatthana Vipassana Meditation 或是 Satipatthana Vipassana Practice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智慧 要能够根除烦恼 那么你必须精进的修习思念处 只有当一个人精进的 精进的在修习思念处 最后他才能够 正得皮婆舍纳 观智 当修习者能够 正得出世间的观智 他才能够把烦恼根除 他才能够正入灭坛 达到苦的窒息 首先解释 先解释 皮婆舍纳禅 这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在大理文就是指 Vipassana Vavana Vavana翻译为 禅 但是 它的真正的意义 就是指 培育 或者说发展 或者说修习 皮婆舍纳禅 对不起 Vipassana 皮婆舍纳 就是指 藉着 精神的体验 或者 直接的经验 而 正确 了解 或者说 了悟 明色 或者说 身心现象的真实本质 也就是 无常 苦 而无我 所以 当修经者 借着 精神的体验 直接的经验 而正确了解 了悟 身心灵现象的 这三种 共同性质 无常 苦 无我 这种智慧 我们就称为 观之质 所以 皮婆舍纳禅 Vipassana 卡瓦纳 我们可以翻译为 观之的 培议 或是 观之的 发展 或是 观之的 修习 所以 要能够 培议 观之 智慧 修经者 必须 修习 试念处 或者说 简称为 正念 培议 正念 他们说 正念 就是指 试念处 这试念处 就是指 试念处 受念处 信念处 法念处 所以 当修经者 能够 不断地 持续地 培议正念 那么 修经者 能够 证得 某种深度的 就是定律 当定律 相当深 修经者 才能够 证得 一些 批波舍 那场 休息的 经验 或是 体验 也就是说 证得 一些 观之 或者说 智慧 所以正念 在大利文 就是 sati 这个字 sati 就是指 正念 或者说 觉知 所以 如果 修行者 想要正确了解 或是 了悟 身心现象的 真实本质 那么 他必须 能够 正面观察 在当下 升起的 每个现象 在 深 或是 在心 升起的 每个现象 依照 他 升起的 过程 正面观察 他 或者说 如实 观察 依照 他 真实的 过程 观察 他 所以当时 修行者 并没有做 任何思考 分析 或是 在观察 他当中 加入 任何观念 他所 所需要做的 只是 不保持 一种 很单纯的 真面 并不需要 做 任何思考 分析 或是 加入 任何观念 所以我们 要培育的 真面 是一种 非常单纯的 觉知 有时 他们称 这种觉知 为 全瞻的 正面 全瞻的 正面 并没有 加入 任何观念 或是 思维 分析 等等 修行者 只是 依照 当下 升起的 一个现象 的过程 正面 观察 他 所以 在这 禅修期间 修行者 身为 修行者 的唯一 正路 唯一 工作 就是 培育 这个 单纯的 正面 不管是 行 助 作 我 只要你 修行者 不是在 休息的 当下 他必须 提起 正面 培育 正面 觉知 在当下 所发生的 每一个 过程 所生 起的 每一个 现象 要能够 觉知到 在当下 生起的 每一个 现象 修行者 必须 学习 或训练 自己 活在 当下 所以 如果你 修行者 要能够 得到 某些 成就 他必须 学习 活在 当下 你并不是在 活在 过去 或是 活在 未来 你必须 真正的 活在 当下 只有 修行者 能够 活在 当下 他才能够 决 知道 在 当下 所发生的 一切 因为 真念 能够 生起 因为 当时 心事 或者说 观察 知心 觉知到 在 当下 生起的 一个 现象的 过程 这就是 真念 的 念 习 我们的 真念 不可能 回到 过去 或是 广想 未来 计划 未来 真念 只能够 在 当下 生起 我们不可能 真念 观察 过去 我们也不可能 有真念 观察 还会 发生的 一个 现象 真念 只能够 在 当下 生起 所以 修行者 必须 学习 活在 当下 这是 一个 重点 所以 只要 修行者 并不是 在 修行 不管 是在 走 在 坐 在 站 在 卧的 当中 都必须 比 真念 所以 在 参修 期间 我们 可以说 我们有 这三方面的 练习 这就是指 静坐 或者说 愿坐 第二 就是 经行 或是 行禅 第三 就是指 日常生活的 真念 换句要说 除了 静坐 经行之外 修行者 也不可以 忘失 真念 在其他的 时间 在 至少 在 在 吃午 在当中 修行者 也不可以 忘失 真念 当时 你必须 正念 觉知 当下的 一举一动 举起 汤匙 张开口 咀嚼 吞咽 等等 起身 坐下来 当你 比如说 从长坛 走回自己 疗房 这也是属于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时 你必须 尽可能 犯慢你的步伐 正念观察 左右 左右 觉知 正念观察 就是说 正念觉知 左脚的移动 右脚的移动 所以 每一刹 每一瞬间 修行者 都要 努力的 在 努力的 在 提起 观察在 当下 所发生的 每一个过程 或是在 当下 所生起的 一个现象 是什么现象呢 其实 在 在修行者 在 参修期间 修行者 所必须 观察的 只有两种 现象 第一 就是属于 在心 生起的 现象 也就是 我们称为 心法 然后在 色身上 所 生起的 现象 或是 所产生的 动作 我们称为 色法 所以 心者 所必须 正念观察的 就是 明和色 明 就是 心法 在心 生起的 种种的 现象 如 杂念 荒念 激化 回忆 或者说 情绪 如 焦虑 不安 每次 烦恼的 生起 如 真心 愤怒 等等 修精者 要在 当下 绝世到 有一个 现象 在 新 生起 换句 我说 有一个 新法 在 当下 生起 他就 必须 正念观察 它 如果 没有 新法 的 生起 修精者 就 观察 设法 如 移动 动作 所谓的 设法 就是指 四大 我们 我们的 设身 主要的是 由四大 组成 这四大 就是指 风大 地大 火大 水大 当我们说 风大 我们并不是 并不是 并不是 指 风的 本身 在 比伯圣纳参 的 休息 风大 就是指 风的 自信 或是 风的 独特性质 所以 风的 独特性质 就是指 移动 动作 支持 震动 等等 所以 当你在 精神的时候 正念观察 左脚 的 移动 右脚 的移动 左右 左右 其实 当时 你是在 体验 风大 自信 风大的 独特性质 移动 或是 动作 那么 他们说 地大 并不是指 地的 本身 在 比伯圣纳参 的 行律 他们说 地大 就是指 Inhergruon 这是在你的 色身上 可以体验到的 Inhergruon 但是 当 正念还不够 专注 准确 修行者 将不能够 很明显的 透视到 地大的 自信 火大 就是指 热 冷 然后 随大 就是指 凝聚 或者说 流动 所以 所谓的色法 就是指 四大 所以 修行者 必须 以正念 透视到 这四大的 真实本质 那么 他才能够 去除烦恼 如邪见 所以 当 所以当 修行者 不管是在 行足 坐卧 他所 必须正念 观察的 就是 明和色色 在当下 升起的 心法 或是在当下 升起的 一个色法 所以 如果 修行者 想要在 禅修上 进步 那么 其中 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 必须 正念 必须持续 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正念 能够持续 更长的时间 自然定律 将会 更加深 那么 修行者 将能够 真的 更深刻的体验 或者说 智慧 所以 在禅修 期间 修行者 的唯一的工作 唯一的任务 就是 保持 正念 一瞬间 接着一瞬间的 正念 不管是在 行足 如果我 我都要努力的 保持 正念 持续 不忘 是 正念 那么 接下来 首先 先讲解 如何练习 精行 或是 行 禅 每次 静坐 之前 首先 修行者 是 练习 精行 方教说 在 没有 静坐 之前 修行 修行者 是 先 练习 精行 或是 行禅 所以在 这次禅修 有许多 有许多位是 有经验的 修行者 也有一些 可能是 初学者 还是 还在 学习的 当中 所以我 将释放 如何精行 或是 走禅 所以 修行者 必须 选择 一个精神的地方 精神的地方 比如说 大约 十步 或是 十五步 二十步 所以在 那个精神的地方 来回的 走 在开始 念习的时候 修行者 也尽可能 保持 平衡的 念习 换句话说 如果 修行者 进行 练习 进行 一个小时 尽可能 静坐 一个小时 但是 根据 作息表 我们在 精神 就有 半个小时 的进行 那么 修行者 也只是 练习 半个小时 的进行 那么 就 开始 练习 静坐 所以 在 进行的当中 修行者 尽可能 保持 正直的 知识 刚才说到 要保持 平衡 念习 假设说 在 参修的开始 修行者 并不能够 保持 平衡的 念习 那么 他就 依照 他的 能力 在 念习 比如说 有时 修行者 能够 练习 进行 一个小时 但是 他觉得 他不能够 静坐 一个小时 那么 就 依照 他的 能力 假设 他觉得 他只能够 静坐 一个 半个小时 那么 他只是 练习 静坐 半个小时 当他 不断 练习 自然 他就 有可能 逐渐的 逐步的 延长 静坐 时间 比如说 从30分钟 延长到40分钟 或是45分钟 当他 念习了几次 45分钟 静坐 接下来 他 应该 下定决心 延长 静坐 时间 比如说 从45分钟 的静坐 延长到 一个小时 所以 只要修行者 有决心 他必定能够进步 最后 他的静坐时间 可以超越 静心的时间 所以 只要有决心 有毅力 修行者 必定能够进步 所以在 静心的时候 修行者 必须选择 一个 静心的地方 在 在 在 静心的当中 尽可能 保持 正直的 姿势 尽可能 不要张头 低下去 保持 真的 姿势 也尽可能 收射 引神 不要 动张 希望 所以 在 走当 当中 在 进行的当中 修行者 可以握住 双手 放在前面 或者说 放在后面 比如说 修行者 把手 双手 握住 放在后面 有些 修行者 希望 握住 一只 手 所以 修行者 依照 自己的 经验 选择一个 知识 所以 修行者 可以 依照 他的 经验 选择一个 适合 他的 知识 在 他没有 走之前 修行者 也必须 正念 观察 善意 的 如是 凌度 作握 在 入 就是 主 站的时候 所以 保持 圣子的 知识 眼睛 并不需要 看得太远 他可以 把事件 放在 右手 之前 但是 他并不是 把 助力 放在 前面 他 继续保持 他的助力 在 脚部的 移动 所谓的 当下的 助力 就是 自己正念 所以在 他没有走之前 正念 观察 善意 知识 同时在 内心 交集 或者说 默默念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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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 面接当中 在 体力 正念当中 我们也 只是 修行者 在 觉知 或是观察 任何现象的 当下 也必须 也必须做 标记 或是在 内心 默念 这标记 默念的 作用 是要 帮助 修行者 加强 真念 提升 当下的 注意力 觉知 在当下 所发生的 过程 或是 在当下 生死的 这些真相 所以当 修行者 在觉知 善的时候 他内心 调记 善 善 但是修行者 并不是在 注意 调记 他必须 很确实的 在觉知 善意的 知识 当修行者 在观察 善意知识 他并不需要 去 想象 做 善意的 形象 我们并不是 在观察 善意 当修行者 在观察 善意知识 他所 必须 体验 验到的 就是 把 知识 所以知识 是 公大的 自信 主义 公大的 独特 信 主义 所以 求经者 并不需要 去 想象 善意的 形状 或是 他的 样子 也并不需要 做 扫描 扫描 就是 从 把 注意力 集中在 足底 慢慢的 移动 你的注意力 到 表底 这并不是 一个 正确的 正面的 观察 所以 当 修行者在 保持 正面观察 善意知识 他只是保持 一种 单身的 正面 知道 当时 正在 善着 从此 在内心 交替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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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正面 正面观察 善意知识 大约 五次 六次 那么 修行者 可以开始 起步走 慢慢的走 比如说 右 左 左 当时 正面是集中在 脚板 或是脚掌的移动 修行者并不需要 去观察 整治腿的移动 或是身体的移动 慢慢的走 腹法并不需要太长 也并不需要太短 大约 你的脚板的长度 右 刚刚你觉知到右脚移动 同时标记右 但是正面是在 随之 右脚移动过程 左 慢慢的走 右 所以 在走的当当中 修行者也依照自己的能力 他们的步伐 当然 我们强调 如果修行者能够走得慢 他就能够保持更专注 准确的正念 越之 上下的移动 每一个移动的过程 但是 修行者也必须能够保持平衡的步伐 慢慢的走 走到 进行的尾端 就自然停下来 同时 观察站立之处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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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站立之处之后 修行者就必须短身 慢慢的 短 在短的当中 修行者很可能会察觉到 上下有两个移动 身体在转动 腿也同时在转动 如果修行者觉得 射身的转动是比较明显 他可以观察射身的转动 同时标记 转 转 站 站 站 转身之后 应该观察站立之处 如果修行者能够 转得特别慢 那么他可以做更仔细的观察 比如说有些修行者 在转的当中 他转得非常缓慢 当时 只有身体在转动 所以他可以正面观察 身体的转动 转 转 然后他才慢慢的移动他的腿 转 转 转 所以当时修行者如果转得特别缓慢 他就能够更仔细的读念 更仔细的读念 在观察当下每个移动的过程 转 转 慢慢的转 转身之后就自然停下来观察站立之处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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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开始起步走 右 左 慢慢的走 右 右 右走 右走为惊心的那位一端 慢慢走 那么在走当中 如果 心往外跑 心往外跑的意思就是 心开始在想起一些事情 或在回忆 脱去一些事情 表示说当你发现当下有一个想生起 需要停下脚步 立刻观察想 从此标记 想 想 到想 到想的过程 自然的平补 或是消失 就再继续起步的 右 所以观察经法 如想 回忆 激活 是非常重要 因为谈 就是一种新的训练 新的培育 所以观察心法 是非常重要 当 你在走当中 表示说 发现一个心法 如 计划 或是想 就立刻停下来 从此观察 比如说计划 计划 计划 教室之后 就继续起步走 左 六 然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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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转身 转回头 转 慢慢地转 觉知 集中的过程 转 转身之后 在这停下来 观察三次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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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次进行的时候 在进行的开始 平十分钟 或是十分钟 或是二十分钟 修行者可以正念观察 左右左右 那么正念观察 左右左右 在十分钟 或是十分钟 或是最长二十分钟之后 修行者 应该 慢慢 脚步 步法 应该 走得更加慢 开始观察 三个阶段的移动 这三个阶段的移动 就是指 提 当你提起 脚的动 慢慢地提起 提起后 慢慢地 往前 推 推 然后 整支 脚 脚 停 放下 放 所以 提 出 放 提 所以提是一个动作 推是另外一个动作 放 又是另外一个动作 它并不是持续的一个动作 所以只有修行者 能够走得更加缓慢 他才能够 准确地观察到 这三个移动的过程 提 推 放 提 推 放 去决止 移动的过程 同样的 当你在观察 提推放的时候 假设所 决止到 有一个达念的身体 就立刻停下来 观察那个达念 比如说 达念 达念 或者说标记为 想 想 到想自然的停止 或者自然的交出 就再继续移动 提 推 放 提 推 放 如果在走的当中 有其他更明显的现象升起 最经的也必须 停下脚步 正面观察 他 比如说你观察 提 推 饭 突然间 你感觉到非常痒 有个痒的感受在顶部 升起 所以当时 你就应该停下来观察痒的感受 从此标记 痒 痒 痒 但是 有时候修行者 缺乏耐心 他 非常 他升起一个非常 非常强烈的欲望 想要去多痒 那么 他尽可能更连观察那个欲望 欲望 欲望 但是 有时痒的感受 越来越激烈 他不能够再控制自己 那么 他尽可能保持 一大耐心 慢慢发受 集取 慢慢发受 集取 所以在 在长修期间 内心 心是很重要 慢慢的集取 集 集 绝止这个几手动作 慢慢的集取 集 集 慢慢的集 集 当手掌 手指 手指接触到 那个 痒 痒的 痒的地方 接触 说 当痒的感受 教肆 就慢慢把手放下 假设说 你觉着到一个动机 或者说 有一个意念 要把手放下 你必须正在观察 动机 或者意念 然后慢慢的 把手放下 放 随之 手放下的过程 慢慢的放 放 然后 然后 书 书 然后 提 书 书 上 这样的 正面观察 机会放 到手掌的救助 所以在 长修的第一天 修行者 不管是 老参 有经验的 修行者 或是 术学者 可以 在第一天的 参修 观察 左右 左右 低推荡 当你的正面 逐渐稳定 或是 经 逐渐的 平静下来 你才 增加 你所观察的 目标 或是观察的 增强 所以今天 只是介绍到 所 低推荡 这三个 阶段的移动 走禅 结束之后 非常重要的 是保持正面 不当正面中断 当你从 经行 行到 静坐 你还是在 休息 正面 不应该 从正面中断 所以 首先 释放 所以 这是一个 非常 重点 从 经行到 静坐 或是 从静坐 到 持续 正面 必须持续 换句话说 你必须能够 把 经行的 正面 带入 静坐 当 静坐 结束之后 你必须能够 把 正面 带到 下一个活动 如 经行 或是 自常 生活的 正面 或是 生活 常 所以 正面的 持续 非常重要 所以 当正面 持续 正面 才会变得越来越 专注 紧缺 然后 修行者 才能够得到 深度的定 那么 他才能够 真正的 得到 深刻的体验 所以 很多 修行者 没有 养成 这个 好的习惯 换句话说 正面的持续 从 经行到 静坐 或是 从静坐 起身 再 再 经行 修行者 都必须 保持 准确的 正面 比如说 当你要走到 你的座位 也尽可能 保持 缓慢的步伐 仔细地 观察 在当下 每个 移动的过程 提 推 翻 提 推 慢慢地 往前 推上 提 推 上 提 推 推 三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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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你要做 任何动作 都必须 保持 正面 尽可能 当下 只是做 一个动作 比如说 你慢慢地 把手 动开 直到 正面 慢慢地 一个动作 比如说 移动 慢慢地移动 假如说 你有发现 一个动机 要移动 你就观察 动机 如果你没有发现 动机 你只是 很单纯地 去观察 这个动作 其实 每个动作的 反正 都是因为 有一个动机 但是 如果你 觉察不出 有一个动机 就很自然 去观察 那个动作 当你 正面 不断地 进步 你将会 觉着到 当下 每个动作 之前 每个动作 之前 都 一定有一个动机 然后才有一个动作的产生 慢慢地移动 如果你察觉到 一个意念 和动机 想坐下 动机 慢慢地坐下 学知 上次的动作 慢慢地坐 这是 慢慢地 移动 让你要跪下 慢慢地 跪下 上次 应该 坐电 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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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 你要 离佛 也应该 很有正念 的去离佛 所以 在 任何人 如果 在做正念 在离佛 或是 离境三宝 其实 正念念 所以 当 我们在 可以正念 有些能够 生物 自身体 生物 灭 离 或者说 觉悟 的 处置 天 法 这是 才是 真正 给予佛 最高的 恭敬 你要 离境佛 应该 很有正念地 慢慢 把手 与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 在 残酷 时间 究竟的 并不需要 在 赶时间 并不需要 红红 慢慢地 去 完成 一个活动 慢慢 把手掌 举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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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你要 往下 歪 慢慢地 慢慢地 由于 一支 方式 身体 往下 的 移动 这是 工作 假设说 你能够 做得更加 缓慢 它将 更有力 正念的 培育 正念的 发展 慢慢地 弯身 弯 弯 动作 越缓慢 对正念的 培育 更有 当助 当 接触的时候 就管它 接触 慢慢地 把手 往旁边 扭 往旁边 扭 然后 扭 然后 接触 慢慢地 起身 慢慢地 再 把手掌 合起 慢慢 起身 举 觉知 当下的 动作 或是 当下的 移动 所以 礼佛 也是 我们在 礼佛当中 必须 必须 保持 正念 比如说 礼佛 三导之后 你要 坐下 慢慢地 坐 慢慢地 把头 放上去 慢慢地 坐 比如说 当 坐下之后 要把手掌 放在 膝盖上 也尽可能 很有证明的 一个 慢慢把手 紧起 慢慢把手 紧起 很轻松地 紧起 转 慢慢地 放 住 然后 慢慢 积极 那一只 手掌 起 爬 翻 慢慢地 挺直 身体 挺直 挺直 慢慢地 把身体放 所以 当你 做好 这时候 才开始 在 进座 观察 在当下 身体的 名字 是这样 同样地 听到之后 继续的 也必须 很有证明的 身体的 身体 所以 当你 要正开 眼睛 就慢慢 正开 要慢慢 正开 要慢慢 把手 放下 慢慢 紧起 往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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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起 所以 只有 正念 当 动作 非常 缓慢 修行者 才能够 保持 更专注 减确的 正念 一直在 当下 动作 不 移动 等等 所以 只是这样的 介绍 几个 动作 但是 修行者 必须 保持 耐心 积力 澄清 如果 如果他 动作 越来越缓慢 修行者 自然 就能够 观察到 更仔细 就能够观察到 更仔细 每个动作 每个移动的过程 那么修行者 才能够 认得 更加 深刻的体验 或者说 经验 所以 在 静坐 当中 修行者 也必须 正念 观察 在当下 生起的 每个 现象 所以 在开始的时候 如果 修行者 没有 当时 觉察 不处 有任何 明显的 现象 那么他 可以从 这三个 一本的 现象 开始 静坐 所以 在 在 静坐 当中 究竟者 有三个 基本的 现象 或者说 主要的 现象 就是他们 称这三个 现象 为主要的 现象 虽然说 是主要的 现象 但不表示 最重要的 现象 这三个 主要的 现象 就是指 瀑布的 张起 收缩 做的 知识 和身体 接触 如果 当时 没有 任何明显 的 现象 生起 修行者 就可以 观察 这些 这三个 基本 现象 比如说 在 静坐 开始 如果 没有 任何 明显 现象 身体 修行者 可以开始 正念观察 腹部的 张起 收缩 当 修行者 在正念观察 腹部的 张起 收缩 的时候 他 当时 应该 保持 正常 日常的 呼吸 但是 当我们在 正念观察 腹部的 张起 收缩 其实我们 并不是在 观察 呼吸 我们是 观察 原本 已经 在 瀑布里的 风 并不是 观察 我们所 泄净 或是 呼出的 风 所以当 在 进度的 当中 修行者 尽可能 保持 正直的 坐直 脖子 也保持 正直 放松 任何心 然后 把 拒绝 之 腹部的 张起 收缩 假设 说 修行者 觉得 腹部的 张起 收缩 很明显 那么 他 可以 正念观察 腹部的 张起 同时 标记 当 当 腹部往内 收缩 他就正念观察 收缩 这个移动的过程 同时 掉记为 收缩 所以 当 桌 同桌 假设说 腹部的 张起 收缩 不明显 修行者 就可以正念观察 另外两个 基本的 心价 就是 做的 知识 和身体的 基础 做的 知识 就是指 三半生 正直 修行者 保持 单纯 正念 绝止 三半生 正直 同时 标记 做 做 在观察 做的 知识当中 修行者 并不应该 去想象 做的样子 或是 做的形象 或是 做扫描 他只是 保持 单纯 的 正念 绝止 当时 正在 坐着 同时 标记 桌 桌 观察 做的 知识 一次 两次 之后 表示 没有明显的 现象 身体 修行者 即刻 观察 身体的 接触 在 在 静坐 当中 有 许多 接触 点 比如说 如果你把 手 放在 膝盖上 左边 就有个 接触 右边 有个 接触 然后 你的 小腿 与 坐垫的 接触 或是 小腿 与 小腿 的 接触 大腿 与 坐垫 的 接触 乃至 臀部 与 坐垫 接触 修行者 必须 依照 自己的 经验 去 去选择 两个 明显的 接触 你认为说 这两个 接触点 是很明显 比如说 我选择 手臂的 接触 观察 左手 与膝盖的 接触 同时 这标记 出 出 接下来 就正练观察 比如说 右边的 接触 同时观察 同时 标记 出 出 观察 右边的 接触之后 又回到 做了知识的观察 观察 坐 坐 然后 左边的 接触 出 出 右边的 接触 出 出 坐 坐 换句说 修行者 有两个 固定的 接触点 修行者 并不需要 时时改换 接触点 所以 观察 坐 坐 然后 第一个 明显的 接触 出 出 第二个 明显的 接触 出 出 然后 坐 坐 当 修行者 在观察 坐 与 坐 当中 如果 腹部的 脏起 收缩 又 会 腹部 又开始 脏起 开始 收缩 而且 明显 修行者 就自然 回去 观察 腹部的 脏起 收缩 同时 标记 脏 说 脏 说 有时观察 脏 几次之后 那里移动 又变得不明显 修行者 又 再回去 观察 坐 出 所以当 修行者 在观察 这三个 基本的现象 当中 如果有 更明显的 现象 升起 比如说 疼痛 痛的感受 越来越明显 或是越来越 剧烈 修行者 自然 正面会自然 觉知到这个 强烈的疼痛 修行者 就必须正面观察 痛 痛 当修行者 在观察 痛 或是 任何苦受 苦受就是 疼痛 麻痹 僵硬 等等 修行者 必须 保持 更大的耐心 所以在 正面观察 痛 麻痹 或是 任何苦受 当中 修行者 尽可能 不要移动 身体 不要改换 坐姿 因为 一旦修行者 开始移动 改换 坐姿 很快 修行者 就养成 一个习惯 一有痛 一有苦受的 身体 他就开始 移动 改换 坐姿 移动 他的双腿 等等 那么 就养成 一种习惯 但是 这并不是 一个好的习惯 它是一种 障碍 阻碍 正念定 与智慧的发展 所以 修行者 必须保持 寄他耐心 假设说 痛 越来越剧烈 或是 任何苦受 越来越剧烈 修行者 觉得难 诊受 就是 换句话说 超越他 能够诊受的程度 修行者 能够 当时 他可以 慢慢的起身 很有证 的起身 又再去练习 进行 所以 在 正念观察 任何苦受 当中 修行者 必须 保持 寄大耐心 那么 当在观察 任何 现象的时候 在 世身上 所 升起的 现象 如果 有 任何 新法 升起 如 杂念 妄念 或计划 乃至 五概 所以在 修行的当中 修行者 会 遇到五概 这五概 就是指 五种障碍 它就是指 贪欲概 称慧概 调诀 以调毁概 然后 昏臣概 而 疑概 它都是 它都是 障碍 阻碍 正念 定 以智慧的 发展 所以当 有任何 障碍 升起 修行者 也必须 正念 观察它 比如说 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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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修行者 可以 做稍微 快速的 标记 如 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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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很有正念的 去觉知 这个 昏臣 的过程 当 修行者 能够提起 静静的心 观察 昏臣 他就 有可能 克服 这个昏臣 只有 修行者 能够克服 这些障碍 他才能够 正直的 进步 正念将会 变得更加 俊丽 他也能够 得到 更深度的 定义 然后 更 深刻的 体验 所以在 静坐当中 修行者 也必须正念观察 正念观察 明色 或是心法 色法 换句话说 当下 在当下 升起的 每个现象 在 念写当中 修行者 也尽可能 依照 一个原则 在 培议正念 这个原则 正念念 的原则 就是 在当下 觉知 或是观察 在当下 升起的 一个明显的现象 依照这个 明显的现象 的过程 观察它 在观察当中 也尽可能 做 标记 因为 当 修行者的 正念 还不够 专注 准确 的时候 标记 标记的作用 就是 帮助 修行者 提升 他的正念 或是 加强 他的正念 标记 对 真正的 培议 正念的发展 是非常 有帮助 但是标记 本身 还不是一种 正念的培议 它只是好像一种 工具 在帮助 修行者 提升 正念 发展 正念 在 进座当中 修行者 依照 各自的努力 各自的 能力 假设说 你能够 进座一个小时 那么 你就进座一个小时 那么 当你不断 练习的时候 也必须 下定 决心 逐渐 隐藏 静坐的时间 所以 这就是 静坐 有关静坐 练习 除了 进行静坐之外 第三 三方面的练习 也就是 自常生活的 正念的培议 有时 简称 生活禅 是非常重要 所以 当你在 在 吃的当中 在飞飞水的当中 在观醒的当中 你必须 学习 把 提议正念 一举一动 万身 起身 等等 都要保持正念 所以这就是 有关于 逼波圣拿场的 休息 或是 正念念习 所以 在练习当中 只要你能够 依照 这个原则 去练习 你必定会 进步 这个原则 再重复一次 就是 正念觉知 或是正念观察 在当下 升起的一个明显的现象 不管是在 射身上升起 或是在 心心升起 修行者 依照他 升起的 真实的过程 观察他 同时标记 但是如果 在当下 没有任何明显的现象 升起 修行者就观察 这三个基本现象 第一个基本现象 就是指 部部的脏脏气收缩 如果部部的脏气收缩 不明显 修行者就正念观察 做的知识 身体的接触 所以当在观察 这三个基本现象当中 如果有更明显的现象升起 修行者就必须正念观察 另外一个更明显的现象 所以这是在静坐当中 在 进行当中 我们可以说 脚部的移动 是在进行中的 基本现象 或是主要的现象 但是当 有其他的现象升起 比脚部的移动 更加明显 修行者就必须观察 另外一个更明显的现象 在静行和静坐当中 观察心法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静坐 静行当中 如果有一个心法升起 如杂念 忘念 或者说情绪 如焦虑 不安 或是烦恼的升起 如疼 愤怒 等等 那么 修行者就应该 即刻观察 在当下升起的 心法 同时 同时 更可能 努力地 导致正念 观察到 一个心法的消失 来观察 下一个现象的升起 下一个现象 很可能是一个设法 或是 如 腹部的脏气收缩 做的 知识 或是 在身体 所升起的 一个感受 如疼痛 麻痹 等等 所以 修行者 就 修行者 所必须做的 就是保持 正念 一瞬间 这一瞬间 或者说 一刹那 这一刹那 不管是在 坐 在走的当中 乃是在 其他波动中 如赤沼灾 惯喜 吃无灾 乃是会被水 开门 关门 当时 修行者 就 必须 正观察 在当下的 一举一动 这就是 正念练习 正念的 培议 所以在 禅修行间 修行者 唯一的任务 唯一的工作 就是 提起正念 我们培议正念的 目的 是要 正确了解 借助 亲身体验 正确了解 或是 了悟 这个名色 或是身心现象 真实本质 当我们能够正确了解 这身心现象的真实本质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智慧 智慧 在白文就是 班亚 它称为班亚 智慧 就是因为 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 身心现象的无常 苦跟无我 这是 智慧 当智慧 当智慧 越来越距离 最后 当修行者 真的 出世间的智慧 他才能够 根除烦恼 当烦恼被根除 修行者 才能够 达到苦的 止息 真正过着 幸福快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 修悉 敌佛圣拉禅 最终的目的 也就是 根除烦恼 生物 灭坛 灭坛 达到苦的止息 所以希望大家 在这禅修期间 能够提起 今天的心 培育 正念 持续的正念 得到圣徒的定 最后才能够 真正的 最练的 观止 去除烦恼 更除烦恼 达到苦的止息 Zadu Zadu